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晚上的 同學星期五 那剛剛為大家看到的一個影片 因為今天晚上是我們 直播星期五跟 流浪直播音樂主演者的 客人期 那就是我們到時候 待會也邀請到兩位 一些樂男的音樂人 然後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再繼續大家的今天晚上 那我只是簡單做開場 那我們今天呢非常開心 就是邀請到流浪直播音樂節 的那個參加人 就是邋享泽 是邋來幫忙做今天的主持 那大概有話會再介紹 就是兩位音樂人 然後希望大家今天 等它都可以很美好的交流 謝謝 好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在星期五晚上過來 那今天算是 流浪直播音樂節 第十七屆流浪直播音樂節 對 開幕 那我們其實沒有用略樂開幕 而是用議題開幕 因為這其實是這個音樂節的特色 因為過去從大安森的公園 或是從十三階開始跟著維浪的朋友大概都清楚 其實議題在這個音樂節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今天看到這麼多朋友來我也很開心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音樂節最近都紛紛退場 然後我們是少數都向前走的音樂節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很小 然後希望小而強韌的繼續活下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這個小而強韌的音樂節 那強韌其實也是一種 我們作為小而強韌的音樂節 其實也是在抵抗某一種主流的聲音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然後今天我先說一下 首先要謝謝我們這一次的開幕的論壇 跟哲學星期五合作 所以要非常感謝哲學星期五 跟我們一起合辦這一場論壇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的合作 謝謝他們 以及木哲咖啡提供這麼好的一個空間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難的 也是一個必須大家 要大家支持一個小而強韌的空間 希望大家未來還能繼續過來這個空間 那我先說一下今天的語言 因為我發現現場有很多 就是有很多不同語言背景 文化背景的朋友 那就是流浪之歌必要的組成 然後台上 待會我們會有英語跟越南語 不過有點抱歉的是 我們今天沒有越南語的直接的執意 最多的部分會是透過英語來 多主要的溝通 英語跟專文 這會會主要的主要的溝通 英語和專文 所以這會會主要的主要的溝通 英語和專文 英語和專文 所以我們會主要的溝通 英語和專文 而兩位大家會主要的溝通 希望我們會有更好的翻譯 我們會有更好的翻譯 那首先我想要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先介紹的是諾戴 請諾戴 謝謝 And Michael 請 他們兩位其實是我想就是我想要再強調一下 就是剛剛我在開場之前 Ben就是這次隨行的 跟他們隨行來的他們的 算是一個經紀人 他也特別在跟我強調 其實越南目前唯二的兩位異議樂人音樂家就坐在這裡 就是唯二的兩位 所以Mucho在諾戴 他們只有兩位異議樂人 還在那天 只有兩位 所以現在他們坐在這裡 他們在家 謝謝 謝謝 嗯 事實上昨天在Mucho在要出發以前 昨天晚上他接到越南政府的電話 告訴他說 我知道你今天要去台灣 那我剛剛就說那是什麼意思 他們就說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但是意思是告訴 告訴 告訴 讓他知道他的行蹤是被掌握的 嗯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現在有 觀眾 剛剛我們做了一點自我介紹 我那個沒有介紹的觀眾 所以我們有一點懷疑你 好 OK 好 再就是 我想他們除了是唯二的兩位異議的音樂家 然後還住在越南 他們還敢住在越南 並沒有離開越南之外 他們也是代表著兩個不同的世代 所以他們在有一些人來 事實上他參與過 他參與過美戰 就是從 因為他是代表 他是幫北越打美國的人 所以是美戰 我們從我們是美國觀點的時候 我們就越戰 那他們是越戰 所以他參與過美戰 然後美戰結束後 他就把自己的身份 真的改了一下 把自己改年輕一點 然後才能夠去念書 就進了 進了醫學學院 跟武藝醫院 然後畢業之後 他擔任劇場的作曲家 以及製作人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當然也發現了 其實他並沒有辦法自由創的這件事 思想是被前置的 所以他就退出了越南共產黨 然後開始了 他跟一般音樂 國家摘平的音樂家 所走的一個非常不同的路徑 那麥克雷他們兩個玩 但是他們有一個同樣的目標 就是他們是想透過音樂做抗爭 那這個抗爭其實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那就是能夠自由表達 那自由表達也我想對 因為我放眼看去 就是我曾經有 我想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朋友 是經歷過戒嚴的時期 但是很多年輕的時代也許 包括我們正在新聞系列 二年級三年級的學生 他們可能都不知道 他們都不知道什麼是三四 他們是一天來參加的 就是三四這件事情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陌生的字眼 所以他們問了我一些為什麼 那我就說那你們來聽為什麼 就是不能自由表達這一件事 對我們來說其實 自由表達這件事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 那我更簡單的先 再翻譯一下 然後因為現場有一些朋友 就是是來自伊朗 來自印尼的朋友 他跟印尼的朋友 所以在Vietnam Mai Khoi Mok Dai 他們 represent 兩種種類型的 他們都在經典相關於 他們的一種類型的目標 他們在經典相關於 他們的信息 相關於 自由表達的 而是 所以今天 不然不然 我會以為 我會議會 那些人 所釋放在 你所釋放的 而且 非常難以為 藥的 由 在 所以我們很羨慕地表演 我認為這是第一次合作的表演 第一次合作的表演 我們在未來的兩天要呈現的是 他們的第一場海外的他們兩人合作的演出 就是明天的晚上 這是他們第一次海外合作的演出 也可以說是第一場不用去申請準證 然後演出中間應該不會有警察人 來做零檢 好 那我們歡迎兩位講師 Voldai和Michael 我覺得要唱兩歌也好難 所以謝謝大家的耐心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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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 這首次的一場 我們拍攝的 在 Vietnam 我們想要分享 我們的故事 我們的劇 I'm an artist, a musician singer.I've been playing music in Vietnam for fifteen years. And I understand how the censorship system in the country works.I couldn't feel free to create under that censorship system. Because before I release my album, before I want to organize the concerts,I have to submit for the government all of the content,all of the lyrics of my songs. To ask for the permission.And the people from the Ministry of Culture,they have so much power to say,you don't allow to sing these theories. You don't allow to wear the dress to perform.They have so much power.And they abuse their power to do whatever they want.I feel it's not fair.I am an artist. And I have my right to say,to sing what I feel,what I see.And it's really...I feel very suffer. When someone censor my song.Because my song is like my children.When they censor them,they don't allow them to live in the life, in the art life.I feel they kill my children.I feel very suffer. So,you want to try and go with us..I can't tell things.Ichdi really true. Why do you want to practice?It's really true. So I want to try and grab your CD's?I feel very much. Σ I want to try and express these questions.When I was very happy to share my person all of you. 然後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音樂裡的故事跟現在越南的現況 然後我等於在音樂創作的路上已經有15年的時間 所以對越南的審查的狀況 就是完全在這個制度裡面打鬼所以非常了解 15年來就是包括在創作的時候 然後在我發行專輯的時候 我的歌詞然後每個歌曲都需要經過五花坡的審查 然後這五花坡它有非常大的權力以外 而且幾乎是在用權力的狀況之下 他們可以說你不准唱這首歌 你這首歌不能發行 所以我個人我是一個創作者 我是一個自由的創作者 可是卻要在這樣子的制度下面才能夠很卑微的創作 首先 wanted 您知道印象只一下 在等於知名文的話題陸裡 您有什麼 Kann言和在本作 있고 您可以問 Democrats嗎 您可以答應看過 saudade 所以 有些人 各位 大家 我先 我先 我们在 如果 有地方 有一个 心 我们 在 在家中 在家中 在想要走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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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承担这样的后果,要么就是进阶级。 您知道吗? 是一个风格的制裁。 比丘都 chains, 很多人都拒绝一个闻, 因为因为都没有脱衣。 所以为什么我就这些资金区呢? 为什么现在我也对抗警察阻的, 很多人都在瘋,或是在瘋,因為他們想表現自己 他問為何他還沒有瘋,他還沒有瘋,他很驚訝 問題你明講的節奏和瘋裏,不是自己人、是人 南灣也是有患病人陣辯、很難害怕 吴村晨晨曆 副人 我表情發展 他一直以为他自作的一天 他从开始开始 他一直以为他自作的一天 他认为Vietnam是一个疲惧的国家 病毒是比你的国家 每天他认为自己和自己的学校 他认为ibilidad的病毒, 他认为自己的疑惧 我是否很喜欢文康 所以你们应该问 对方参与的译惧 我剛才講一下就是我在剛才請說的就是現在越南其實很多人因為面對審查 就是剛剛已經惡肚子或已經在監獄裡面了 那我非常好奇為什麼就恩來先生說我非常好奇我為什麼還沒有被越南政府抓走 為什麼我還有辦法就是可以自由地生活在監獄之外 然後每一天對我來說恩其實就是我每一天都會重新開始重新創作就是保持著一個重新開始的一個心態 然後我也覺得恩越南是一個非常病態病態的國家就是可能離任的國家台灣都還要病態 所以我會想就是當時尚長的地方 他們對於審查局局 他們現在在越南做一個創作的現況之後 我想會好奇他們其實現在非屬於兩個不同的世代 他們能夠運到房子然後又開啟這樣子的一個創作計畫 因為其實兩位孤獨的藝衣音樂家的相遇 我們是兩種不同的世代 但是當我們跟我們相識相同 我們知道我們有同一種感情 同一種感情同一種感情同一種感情 我們有同一種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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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 世代的創作者 但是我們剛在相遇的時候 就是完全有分享了相同的感覺 分享了相同的情緒 或者是對越南這個國家的需求 我們都是非常相似的 而且最重要是我們有很相同的音樂的品味 所以我們在相遇 我們才可以一直一直的就是這樣聊下去 我問你,是對方和你都相同的 是對方和你都相同的 但是我們都在相同的工作 是因為為什麼? 我問你,是對方的 是對方的嗎? 我問你,是對方的問題 是對方的問題 不想要有人要做什么 我们有同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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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没有同样的事情 内部的民主主义 所有人都閉嘴, 所有人都只靜靜, 只有兩人想要自由。 與Nikoi有相同的對自由的需求。 Vito,是在Vito的國產, rest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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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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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音樂風格都是很不一樣的 從流行到搖滾 我沒有嘗試過 然後我第一次聽到二大先生的音樂的時候大概是七八年前 在那個時刻我聽到他的音樂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前衛的所謂前衛的聲音是什麼樣子 就是二大先生的音樂 然後這對我來說這前衛的音樂 二大先生這樣的前衛的音樂就可以 才能夠完整的表達我的情緒是什麼 而且我可以感覺到我這樣開始 從那開始之後我就開始創作比較前衛類型的音樂 所以同時我也可以更能夠伸出到我的理聞伸出 所以我會有對話大師母的味道 世界中華人等著女人 你也會有多一點的音樂 我現在也很會有多一點 但是我又會有什麼音樂 他們會有二十五年至五年會有лар 但是我會有誰的音樂 但我會有學問 然後這是我會有什麼音樂 但是我會有很多音樂 但我會有很多音樂 我认为自己的自由 储律是优美国文化的规览 我认为自己的自由 我全部正在等待他们的安全 由于佛国 dunes国的安全 我认为在很多阶段几乎越谈 也非常激动 对于自己的小学生 的道路作与的有所缓 GOOD 所以我现在也不思计 你会员数字幕 你会员数字幕 你会员整一切 那些音乐的声音 我订阅用语 那些语题 你能读最即使 我认为你会员 你会跟我一样 你会员能够 我已经得了士耘 如果我能让其他 werden 不知道 整个世界都没有 国家的主要! 学最近有一个 reached that 我有点my利益 因為平和我认生活 他说他喜欢日本词 他在这一段时间前哑学功词,也认为中国在中国也认为他副演奏的作品 但是在短期也认为他们连接多评论词和歌曲 但是他一直在做的 他一直想要自己感受到很多種類型的音樂 和感受他在內 他説明天如果他來聽音樂 你能看到音乐的词曲 你能看到音乐的词曲 你能听到音乐的词曲 很难听 你能明白音乐的词曲 對我來說就是我非常喜歡實驗類的音樂 我甚至在20年前的時候就開始創作這類型的實驗音樂 那當然也受到非常多的批評 就是為什麼創作的音樂是這種音樂 那我很喜歡就是去試驗不同的音樂的類型 然後在這種不同的音樂的類型之中 然後把自己的情緒跟這個類型不斷的去實驗挑戰 然後希望大家明天可以來看我的演出 就會知道我在講所謂的實驗跟自己的情緒 集合講是什麼樣的意思 而且其實歌詞來說當然對我們音樂局的工作人員 翻譯也很快的 然後明天大家來看就會知道 其實歌詞跟所謂的實驗的類型 是在表達什麼東西 我也想補充一下 就是事實上我想對於兩位在台上的音樂人來說 他們在做實驗的創作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是一種藝術上面的一種探險 而是其實我覺得他們這一種實驗性其實也是一種抗爭的手法 就是抗爭的一個工具 透過不同的創作的形式去表達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我覺得這就是實驗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實驗性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實驗性的東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hat is the vision that you know, how to see the future, the vision that you have? After your questions, I have a visual in my head right now. Because a few months ago, I've been in a concept that everyone can make a voice, can contribute for a concept. And all of the audience, and also musicians and speakers, they together make a song. What a powerful song. That everyone can sing, make noise, express themselves in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it's so interesting. And it makes me think about experimental music can be very big in the future. Because it's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to everyone, to the normal people, not just musicians or singers or artists. Because experimental music, like what we live, what we see, what we feel, is experimental music. And everyone can express that, can do that. And everyone is laughing. And everyone has to be at the end of the year. And everyone can make the audience feel the sound of the music. And everyone can make the audience feel the sound of their music. 然後共同創作的一個曲子 所以在那個小時間完全是大家是非常自由的狀態去用聲音調達出自己 所以那所謂的音樂 實驗音樂可以帶著觀眾走到哪裡 他想就是能夠更接近大家 可以更closer to the audience 其實實驗音樂不應該是離大家很遠 而是可以離大洲可以更接近的 所以是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感覺到的 說到這裡 可能觀眾會有好奇 那這樣子的音樂在Grennan 會是在什麼樣的地方演出 對嗎 那樣的好奇 他們能夠在哪裡做演出 然後那能夠安全的演出 所以我會拍攝蝦一個安排這些表情 所以說會有多少… 所以算上的演出 可以讓你 encender一個音樂 在南部有很多地方可以享受音乐音乐,尤其是在Vietnam,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享受音乐音乐。 这是肚子。 而是昨天的一天,肚子。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他们必须把房子倒下。 他们必须把所有的房子都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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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